欧阳娜娜的心机到底有多重? 看她怎么对关小彤,宋祖儿就知道了。 当年的金基红毯上,欧阳娜娜被安排和关小彤一起走红毯,一开始还是两人并排走,结果关小彤越走越快直到超过了欧阳娜娜,甚至还挡住了她的镜头。 但欧阳娜娜又岂是好惹的,随后媒体采访的时候,欧阳娜娜故意拍了拍关小彤的肩膀,提醒她不要驼背,但网友却发现这个时候关小彤并没有驼背。 欧阳娜娜这动作无疑是多此一举,想让观众误以为关小彤走红毯有失意态。 但欧阳娜娜的心机也不是这一次了,最近几年欧阳娜娜一直在和宋祖儿吵姐妹情深,经常出现在对方的微博中,这边喊着姐妹情深。 那边欧阳娜娜就在综艺中哭诉自己在圈内没有朋友,平常一起玩的都是圈外人,还多次强调圈内交不到真朋友,也不知道听到这的宋祖儿是何感想。 不过欧阳娜娜的差异从小就有了,就连妈妈都表示,娜娜表面跟我好,其实是为了做戏给我看。 这边欧阳娜娜是弱势上了瘾,那边姐姐欧阳妮妮却经常拍视频吐槽妹妹脸大,还会在社交媒体上内涵欧阳娜娜长得老气,腿长式屁图。 不过欧阳娜娜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姐姐,毕竟一开始全家想捧姐姐进娱乐圈,但欧阳娜娜会撒娇,借着爸爸欧阳龙的名义拿下了一个天才大提琴手的名号。 之后更是搭档刘浩然,成功进军娱乐圈,自此欧阳娜娜正式踏上了自己的绿茶路,跟不少男明星传绯闻,甚至不惜和姐妹反目成仇。 欧阳娜娜究竟有多爱炒CP,前有刘浩然,陈飞宇,后有陈学东。 蔡徐坤,如今又来了一个范澄澄,好不夸张地说,欧阳娜娜进娱乐圈这么多年,能维持热度和她那些CP分不开关系。 2014年北京爱情故事上映,两人将剧中的甜蜜延续到了戏外,两人不只在微博上甜蜜互动,而且刘浩然还多次被拍到请欧阳娜娜和她的妈妈一起吃饭,直到2016年欧阳娜娜搭上了崔始源她们的互动才减少。 两次炒CP让欧阳娜娜彻底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,也让她吃到了甜头,之后拍摄时。 上先生的时候还和陈学东甜蜜了起来,当时陈学东去片场探班欧阳娜娜娜,欧阳娜娜知道后竟然直接跳到了陈学东的身上,来了个结结实实的雄豹。 不过面对采访的时候,欧阳娜娜则是一脸单纯地表示,和陈学东只是关系比较好的大哥哥。 后来秘果播出,欧阳娜娜又和陈飞宇暧昧起来,甚至不惜和好闺蜜闹翻。 欧阳娜娜有两个圈外闺蜜,一个是华裔总裁王中磊的女儿王文也,一个是要来董事长的女儿齐美和,可惜的是三个人的闺蜜情。 在陈飞宇出现之后就彻底改变了,秘果上映时期,齐美和还帮两人点赞宣传,可后来齐美和便只点赞陈飞宇一人,可陈飞宇却先少搭理她。 反而是经常跑到欧阳娜娜的微博上留言互动,这下三个人的关系就暧昧起来。 直到陈飞宇取关齐美和,齐美和一气之下删除了关系陈飞宇的全部动态。 这场大戏才算落幕在这场三角戏中,欧阳娜娜作为中间人虽然没有发声,却不动声色赢下了所有。